Silent 那个电话闪 要不然等一下电话闪 Hi Hi 好像是你第一个进来看是吗 我看到有一个人进来看 Hell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hy am I speaking国语了 习惯你了 我习惯你了 OK 因为下午好今天是华文版的 OK 记得啊 华文版啊 要不然我一直讲国语 它不会interference吗 我在看一下我们的Facebook有人吗 OK 有人 买房子一定要买保险吗 我们先把这个视频share出去先 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video先share出去 你们可以share去group 可以share去take你的朋友进来 OK 我们就大家现在做这个动作先 谢谢各位share我们的live OK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优惠啦 before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优惠 就是说看谁学最多的我们会赠送这个招牌鲜炒兵 就是genq的最招牌的就是招牌鲜炒兵会送到你家 送到你门口 如果你是学最多的那个最top的人啊 我们会送这个鲜炒兵给你们送到你的门口 我会inbox你会跟message你叫你send你的地址给我 然后我们会送到你家 那么top2呢就是第二最top 学最多的人我们会送出这个水果清茶送到你家门口 好 大家有share了吗 现在我自己先share我自己的先啊 so misspang也是可以先share share自己的或者是去群组 那么群组就是想是学去华文版的啦 豆腐去水站啦 还有豆腐买卖去啦等等的 starch wash body my start ok 然后你share了吗messpang 嗨 很大声啊 然后share了之后 你下面还可以invite人进来哦 嗨蛋 可以invite朋友进来 你们share了work party 你们可以invite朋友进来哦 所以如果你们share了之后 你们要写share蛋 comment那边下面你要写share蛋啊 你们写share蛋之后 我就知道你们是有share的 我先share 我先invite那些人进来先啊 so大家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啦 你看你们可以repeat听到我的声音 因为我在我在开我自己的手机啊 我现在对着是我的自己的家里的电脑 office的电脑 可以invite你所有可以自理应可以invite99个人进来的吧 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觉得对他们有帮助的你就invite他们进来 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是在找做物质的 要买物质的还是对物质有什么疑问的 你可以take他们进来invite他们进来啦 如果你们share了哈 你们就写share蛋 share蛋 然后我就知道谁有share 然后share最多的我们会有送出这个仙草兵给你们 share to group也可以 share to group 是我学去买卖区啦 吹水站啦 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 我就是这两样东西 我就是这两个罢了 其他的我都没有 我没有share group 其他的都是马来群组来的 我看我的手机比较快啊 比较容易看 我看我手机比较容易看 有进来的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 进来的朋友先打个招呼 我们讲要开始 嗨 Pernice Chu Pernice Chu 改次我要跟你一起做live好不好 争取你的这个律师的这个资讯 OK 下一进来的嗨公邀令 终于有一个人跟我说嗨了 我在这里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一直跟我们互动 一直有comment啊 我们会讲到比较起劲的对吗 Mr.Pernice Chu Mr.Pernice Chu 如果你们comment啊 嗨嗨 大家好 我们会讲到比较起劲就会比较有嗡嘛 要不然我们只是我们两个你跟我讲我跟你讲啊 好像没有什么气氛的我觉得啦 好啦 现在是三点的八 我们开始吧 先自我介绍了哈 现在今天呢 我是主持人哈 就是我是发问问题的 OK 我是主持人 然后我的隔壁这个是Mr.Pern哈 等一下我就由他自己介绍自己会比较好哈 OK 现在我因为在这里哈 我的Facebook的粉丝朋友们哈 就是有一些是的确是不认识我的哈 我就这样我就是乱乱按 看到我的mature friend很多 我跟他的mature friend很多是吗 这个是走回来我就乱乱按 你知道吗 我按到那种呢 其实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他还是accept我啦 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啦 所以我也是做保险的啦 我是insurance agent 也是property agent OK 我也是做吃保险啦 火险啊 屋子的火险都有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问有关这些资讯呢 都可以跟我们appointment或者询问我 我上面有一个whatsapp link的 你们有什么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whatsapp我啦 OK 所以这个Facebook live呢 我已经做了第580多集期了 我要看回去我忘了 583集 583集 如果你们要看回以前的 你们可以like我的page 你们可以看回以前我的我所做的live啦 如果刚加入我的page的粉丝们 你可以看回以前的重播 你们可以看回以前的重播有很多资讯啊 传达到给你们的啦 今天是纯粹分享的这个是买房子是一定要买保险嘛 OK 现在我是邀请了一个嘉宾啦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可能在你们的 也是在你们的右手边 我的右手边就是miss punk啦 miss punk 也是抖胡人啦 跟我们一样是抖胡人啦 OK 那么miss punk呢 她也是我的up line so她的资讯是很多的满满的哈 OK她也很乐意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关这个保险的资讯 而且她对这个财务规划里是比较有资深的 那我们先由我们miss punk来介绍自己吧 嗨大家中午好 其实我自己本身呢 是跟宝云是认识了很久下的 今天非常谢谢宝云能够邀请我进来自她的她的聊天室 其实宝云真的很棒 她可以做了580多场的直播 真的是我们要给她一个很大很大的赞 大家可以掌声鼓励鼓励 like unlike unlike 那我们的like还有love飞起来吧 真的 其实做这个live呢 不是一个 不简单也不容易 不简单也不复杂 也不是很难啦 但是如果 要持续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我看到的只有宝云一个啦 在斗湖啦 其他地方我不用讲啦 不用comment啦 真的是 真的恭喜你恭喜你 可以持续的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持续力做下去 好的 我就以今天一个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买屋子 是不是真的要买保险 买房子一定要买保险吗 是一定要买保险吗 各位你们可以comment下来 你们可以说要一定要还是不一定要 你们可以comment下来哈 嗨 baby Home我的朋友说嗨嗨 所以我们可以写 你们知道你知道你们的 你们是知道买房子 是要还是不一定要买保险 你们可以comment 有吗你们可以comment一下吗 你那边有comment吗 msudent 我这边看不到 OK 我看到好像是没有人写comment是吧 OK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这样Mr.Punk 我们其实买房子 是不是一定要买保险的 不止保险 OK 你问到我这个问题 就好像 一个概念 比如说现在 现在外面下大雨的话 你是要带伞出去 还是不要带伞出去 当然要带伞 下雨 对不对 如果是下大雨的话 肯定要 有些人就讲肯定要 有些人可能讲不必要 因为可能 他出去 他不是走路 他不是去坐公车 他是自己出门 他的车子就停在他家门前 上车就驾车出去了 可能他就不需要带雨伞 所以每个人的答案都是 不一样 没有对还是错的 到回头我们这个主题 买房子 是一定要买保险吗 当然 也没有绝对的 就是看个人 因为买房子是你的选择 买了房子之后 你要买保险 还是不要买保险 也是你个人的选择 当然 你做了你的选择之后 后果 你一定要自己承担 有买保险的后果是怎样 没有买保险的后果是怎样 你要自己去承担 一模一样的 就好像 如果是 你不是加持出去外面 外面下大雨 甚至就是有 你加持一定是去做事情 对不对 那么外面下大雨 你下持的时候 你就会淋雨 那么如果你淋雨的话 后果是怎样 你会生病还是不会生病 当然这个也要看个人 个人的身体状况 他如果他有免疫力的话 他可能淋了雨 他不会生病 有些人淋了一点点 你就会生病 所以到回头 我们财务规划之一方面 我们买房子 如果没有买保险的话 但是 你有储备金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现金流 去渡过难关的话 这样子 买保险是 对某一些人来讲 是必须的 对某一些人来讲 可能 可以有 也可以 没有 但是普通的人来讲 如果是一个打工的 打工的5000块 5000块薪水 他要买一个房子 然后是买房子 有多少个人可以买 用现钱买房子呢 没有什么 没有多个人可以用现钱买房子 对不对 那么如果没有用现钱买房子 你是不是要去银行借钱 对 去银行借钱的话 去银行借钱的话 那么就是 要 你的现金就是不足够 对不对 你才要借贷嘛 对 那么如果 如果是借贷了之后 你没有买到保险 万一 万一 那个 那个 买屋子的人 买屋子的人 生病了 严重疾病 或者是死亡了 那么那个屋子 谁去拱 是我们要考量到的事情 所以才会把保险 带入这个话题 当然如果你在银行借钱的话 是肯定的 银行一定会给你买两个保险 第一个一定是屋子的火险 屋子的火险是一定要买的 我不懂 应该是每个人都知道吧 在银行借 借 借 房子的话 你的火险就已经 那么那个屋子 水清 是我们要考量到的事情 所以 刚才有一点点 你买两个保险 你那边OK吗 那个Live 我没有 我没有 你那边Live OK吗 我不要开 因为它会interfer 我没有开 因为它有像有一点 Live 而且有事 就是关了 整个 它一定会interfer 所以 我不要开那个Live 你控制就好 那意思讲 如果买房子 就是不一定要买保险 如果没有买保险 就是风险 都要自己承担 那基本上 在外面的购买物质的人 他们通常去银行借钱 银行会说 你一定要买保险的 他一定会跟你说 你跟我借钱 你一定要跟我买保险 一定要跟银行买保险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银行买保险 OK 这个也是 有可以选择的 其实 但是 活险你是没有的好选择 活险是银行一定是 跟你 你的lawn做好了之后 它跟你做那个活险 会build into你的lawn里面 那意思说 那个lawn outstanding 就是加了你的活险进去 然后你就是还你的installment 然后如果你看到那个 有活险 outstanding 每一年debit进去你account 你看到的话你就还 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 或者你没有自己做record的话 你就 那个活险 它就会放在你的lawn outstanding 就变成你的 你的负资产 就是你要还利息的 明白吗 其实如果你不跟我讲这个 其实我相信在看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不懂这个知识的 因为如果不是经过今天的分享 我也是不懂 原来如果我们买一间屋子 它那个fire insurance的 那个premium 它会放进我们的这个lawn的account里面 加进去 然后我们还要charge interest 如果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是一个很忙的人 我也没有人跟我说 其实这个fire insurance的这个premium 会在我们的那个lawn account里面的 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就不知不觉还多了一个利息 也我们的那个lawn也increased了 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是就是每一年还的那个活险的那个保费 其实我们是可以cash money去settle它的对吗 因为其实也不多钱 应该是大概是五六百块这样吧 如果你的房子是500千的话 那么一个普通的house owner insurance是500多块啦 那么500多块 其实很多顾客 很多顾客 我也是遇过很多很多顾客 他们朋友啦 或者是朋友的顾客 顾客的朋友这样子样是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东西 以为在银行只是借一个housing loan罢了 其实银行因为 对对对对 是一个保障嘛 对不对 然后万一你的那屋子烧了 是又没有本 顾客不可能再还钱的嘛 屋子都烧了了 还要还钱吗 应该是不还钱 不还钱那个lawn outstanding怎么样啊 谁来还啊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保险 对不对 就屋子的保险一定有的 有些人是不知道要那个活险 但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银行 因为银行已经帮你debit进去你的lawn outstanding了嘛 所以你都没有不知不觉咯 不知不觉就是只能还那个instormant罢了咯 当然那个500多块的就在那个lawn outstanding那边 你不还的话肯定你是要还利息的咯 他一定是算在那个outstanding那边咯 算利息的时候每个月算利息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你不是还掉他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是有做活险嘛 那个屋子的活险我有时很常会问顾客你的屋子到底有没有买活险 其实他们也是不懂他们到底的屋子有没有买活险的我 我讲甚至还有一个我的我的顾客啦 新买的一间屋子 新买啊可能才两年啊可能才两年他都不知道他的屋子是有买活险的我 他问我叫我code fire insurance premium大概是多少钱 我说因为我知道他是新买的这间屋子 因为他有曾经跟我分享过他在哪里有买了一间屋子 那我就跟他讲其实你的屋子是已经有活险啦 你不知道吗你借银行的时候银行会给你一个活险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银行那边再double confirm一下问一下 后来他跟我讲对那个银行真的是有帮他cover他的那个活险的 他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 嗯那个是肯定的那个是肯定的 还有一个是optional的就是MRTA 你们也应该知道mortgage reducing term assurance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活险就是屋子被烧了 嗯保险公司赔啊比钱出来 你就可以呃重新搭过一间屋子 但是这个屋子那个lawn outstanding呢 你还是要继续还的 因为你还是有欠着钱嘛 你屋子烧了不代表你就不用还钱了 因为你的lawn还是有outstanding 所以呃 你拿到那个钱啦 你爱得去settle那个lawn还是怎么样咯 其实还是做过一间屋子咯 然后当然这个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啦 所以为什么银行会叫你买个MRTA 就是当我们人啊人不在的时候 那个屋子还需要还钱吗 人不在的时候 如果有买insurance就不需要哦 如果是有买到一个insurance MRTA 就是mortgage reducing term insurance的话 那么它的保障虽然是一直减少啦 就是因为你的lawn一直还一直还 一定是outstanding越来越少的嘛对不对 所以是总之along the way 是就算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人不在了 是你也不是很担心啦 就是说银行会把你的lawn outstanding settle掉它 如果你是跟着regular installment去还 没有什么lag的话啦 那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啦 除非是你很长都是有迟还钱 每次迟一个月两个月啊 或者是还有刚才的fire insurance在里面 你又没有还啦 当然你每次迟还的话 有一些interest incur啦 led payment penalty啊什么的啊 当然那些是每一个月累积下来 如果你是借一个30年的lawn的话 累积下来的话是5年10年20年 这样子也是一大笔子的数目来的 所以如果是如果这样子样来accumulate的话 是你的那个lawn outstanding是 可能会多过你那个保险赔出来的钱 就是那个mrta mortgage reducing term assurance 赔出来的钱 那么这样子样的话是 你的受益人啊 就是属于要借你手的那个物质那个人啊 必须要settle所有的outstanding 才能够再转名 当然before转名之前呢 很有很多费用要insure的 就是你要转名你要做那个mrt 当然是要还律师的 你要请律师对不对 请律师有律师免费帮你做这些工作吗 帮你做MOT 帮你去做stamp duty什么 一切的费用吗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笔钱 来去做这些transfer的动作 不然的话那个物质就是 还是在那边的 不能够transfer去你的名字的 对所以那个MRTA只是足够还你的house loan 不只所券下来的一些钱 他就是不会有多余的钱给你去做那些革命手续啊 一些的生活费对不对 当然啊 那么MLTA呢 他就是他就不会他的保障呢就不会往下跌 那么如果你是买那些物质是50万的话 那么你的那个MLTA就是永远就是在那个位置 就是50万的 就算你的loan balance还剩下10万也好 你借50万还剩下10万也好 你的保障还是维持在50万 如果你买的那个MLTA是50万 所以我50万 settle了我的10万块的balance loan 那么我还有40万在手握 那么我的这个40万呢 我就可以处理我很多的事情 那个当一个人往生过后的一些手续费用 就好像刚才你讲的咯 就是说你要当一个人不在的话 你要做一些革命费用啊 stem duty啊 这些都是要现金去settle他的嘛 然后一些还有其他的那些遗嘱上的问题啊 都是需要一点的时间 还有金钱去settle他 还有他们的那些可能还有多余的钱 给他的小孩的一些生活费 生活上的一些的费用 所以MLTA他会有多的钱出来 那么MRTA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你的 MLTA顾名十一就是mortgage level term assurance 如果是你是只是拿来offset那个物质的话 就是买一个500千 当然很多人如果在银行买的话 他们都不会买MLTA啦 他们是买MRTA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一个lum sum 一个lum sum就是一下子 如果你借那个loan30年 他就是算了30年的保费 30年的保费 可能你借一个30年的物质的话 一个那个保费呢 可能就是要一个2万块 2万块3万块这样怎样 2万块3万块 另外如果你已经算到是刚刚好的 一个打工一住买一些物质啦 刚刚好够还头期啊 还什么那种stamp duty 拉拉扎扎的一些都费用的话 都没有多余的钱来还这个保险的话 那么银行会很乐意的跟你说 我会帮你把这个保险费用 加进你的loan里面去咯 那么你除了还你那个物质的installment 加进去这个保险的费用进去 你就加多几十块或者是100块左右 这样子的那个每个月的 那个攀还费啦 这样子样咯 当然也就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这样子的现金流 你银行就帮你处理了 解决你这个现金流的问题 帮你还了这个30年的保险费用 放进你的loan里面进去 那么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你的代价就是要还那个30年的利息咯 对不对 就好像你还你的物质这样咯 你就是要还那30年的利息啦 因为我们普通就一个500千的物质 还30年的话 大致上你还了30年过后 其实你是大概是还了一倍的那个钱啦 所以你这个2万块的保险费用 如果你不自己付的话 你把它加进你的loan里面去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那2万块的保险费用 到时候你还了10年20年30年 你是总共还了大概4万块左右的 利息 包挂起来啦 这样子样咯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来看起来 他们买这间物质借loan 可能30年后 那个物质就变成两间的费用了 可以买两间 interest charge金钱 可以买两间物质了 因为你这什么 因为你还包括你的那个insurance fee 在loan在里面 charge visit 你会增加你的费用 而且你的每个月还的payment house payment 也会增加 对吧 当然他加了那个insurance payment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本来只是物质的loan 本来就是每个月比方说是一个1000块嘛 如果我把我的insurance 银行要我一下子还2万块进去 肯定我没有钱还的 一下子1nm sum 2万块 肯定我是把它丢进那个loan里面的 本来我要每个月1000块的 那之后我把我的insurance的保费 丢进那个loan去了 我就每个月要还一个1200 是啊 是这样怎样 所以其实你不管你在跟银行买也好 去外面自己买一个保险也好 你也是可以这样子分其还 只是还的地方不一样罢了 如果你买MRTA的话 你当然就连instormer一起还去银行咯 如果你自己买一个保险另外的话 是你就去还给保险公司咯 这样子样咯 就是不需要一下子还完那个2万块啦 就是每个月或者每年还一次 你自己喜欢啦 现在我在看我的comment这边先哈 有一个叫Alice Jones的女士 她的那些知识还有她的一些经验 如果你们想要懂的一些知识 你可以直接当场 发问问题请教miss胖的哈 so不要怕羞也不要怕人家 会笑你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 这么简单的东西会问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很多简单的东西 大家都不懂的 很多简单的东西 大家都会一直在问一直在重复的问 不是问一次是一直重复的问的 因为很多东西都一直在改变 一直实在的改变很多东西 system也在改变很多东西 什么product也好 银行的system也好 保险的system都好 全部都是一直在改变的 比方说现在本来我们接触 是以面对面来接触 面对面来分享 现在实在又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线上分享 在线上面对面来 什么探讨 还有了解 了解product还是什么 全部都是上网检查资讯的 所以你们有问题尽量问 不要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什么还有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学最多live的朋友们 我们有最top的 我们有送上这个招牌 先炒冰 就是genq的 genq的招牌 先炒冰 我们会送到你家 如果是share这个live最多的朋友们 如果是第二多的朋友们 我们会送上这个水果茶给你们 送到你的门口 如果你们share了之后 你们comment你就写share单 share单 然后我会message你们 跟你们讨地址 然后送上你的门口 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 这个MLTA还有MRTA 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 可能有一些人 为什么你要叫我买MLTA MRTA不是一定要跟银行买的吗 可以在外面买的吗 银行会接受吗 它会不会接受我在外面买的 因为我跟他借钱 他会不会不借给我 如果我不跟他买 他会不会不借钱给我的 不approve我的loan的 为什么他们买 我只会怕最担心的是 银行不approve我 我不及格 很多人讲 宝云什么 很难借钱的 银行现在很难借钱的 很多问题 我说现在不是银行的问题 是个人financial的问题 不是在于银行的问题 是如果你的个人 你的反应就很strong的话 不可能银行不做生意的 银行一定要 怎样 检查好好你的能力有没有到那边 如果你的能力不到那边 肯定银行会为你思考的 怕你还不到 如果你还不到的话 你的物质被option了 那个成功了你的问题了 所以不是银行很难uprove还是什么的 只是它很多点 它要去看的 比如说很多那种 secrets citos 它们要去检查看的 如果你们的payment很好 肯定会uprove 如果你们的financial很strong 很powerful的你们的income 肯定银行不会不要做你的生意的 对吗 Mr.Pang 其实我非常赞同宝云这个讲法 就是你个人的财务问题 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 也不是保险的问题 当我们要买一件物质之前 我们必须要考量 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在哪里 到底我是不是可以很轻易的买这个物质 当然我们买物质不是一早一夕的问题 也不是一早一夕的事情 不像我们去巴萨买菜这样 可以1块钱10块钱 一下子做地就决定回来 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样的东西 我们买物质要经过很多的步骤的 首先 首先当然买物质的步骤 你问宝员是最清楚的 如果你在财务方面 你自己要考量的就是 你买一件500千的物质 银行借给你500千吗 如果银行不错 银行不是借给你500千 可能借给你一个90% 80%的话 那么那个差别 你有没有存到 你有没有存到那个 倒费或者是贷款 那个物质 500千10%你就要有一个5万块 如果要20%你就要有一个10万 你有没有这个钱准备好先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根本就不用买 因为它会让你的压力很大 因为你的财务状况 如果是在这样子样的情况之下 会让你的生活是会很辛苦的 因为每一个月出来的钱 如果你的薪水是5000块 你还了房子250 然后你还要还很多孩子的费用 家里的费用你根本没有钱 你还原生的话 你是真的是很大压力的 每个人都一样的 所以物质就是不简单 真的是要计算到很好 是真的 你的个人财务状况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个 deposit deposit是你要准备好那个历史费用 除非你是买新的物质 如果你买二手物质的话 你要准备还stamp duty 你要准备还MOT 当然历史费是肯定的 因为你不可能自己去draft这些东西 一定是历史帮你做对不对 如果历史帮你做 你一定要还历史的费用吗 这些费用加起来 加价买买 总之你最少要还一个10% 那个物质的价钱 你要准备到一个10%到20%的价钱 那个物质的价钱的头期 你才能够真正的买一些物质 然后物质借钱 借钱在银行借钱的话 你也要考量到你每个月要 贪还的费用 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还10年20年30年 如果不能够的话 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万一发生事情 万一真的是我生病一个月 一个月不要紧了 一个月老板还是照样粗粮 如果我一年不能做工的话 老板还继续粗粮吗 如果是打工的 老板不粗粮了 如果是自己做 如果是自己做生意 生意老板的话 如果是没有事情 发生一切顺利的话 那个cash是源源不断的 那个现金流是很顺畅的 没有问题的 买一间十间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万一是生意上出现 那个现金流周转问题的话 尤其是现在mco的 这样子样的状况 我们整半年的时间 这样子样的情况的话 我相信很多老板都会受到打击 如果是普通的工作 一间自己住的房子不要紧 如果是买了十间物质是拿来投资的话 那个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这些都是要考量到的事情 就是我万一 所以那些人 当然如果刚才我们在讲 讲回头 他银行部approve 如果你的财务状况很好的话 你的secret很漂亮的话 是直接银行部借给你 你不跟他买那个保险银行部借给你的话 你去到哪一间银行 都是可以approve 你的财务状况都没有问题 怕就是怕你的 你的那个报表不漂亮 你才怕讲 这间银行A部借给我 我去银行B又很难借 去银行C更加难借 这样子你才怕吗 对不对 所以啊 现在的银行就是抢着要生意吗 你不跟他买保险 没有关系啊 我还是要你的 对吗 因为其实最大的重点 通常啊 通常人家跟我买物质 嗯 其实最大的重点银行 银行就是借housing loan给你嘛 保险还是其次的嘛 不是他主要 不是主要的业务来的嘛 对不对 嗯 嗯 嗯 然后 嗯 然后 那个MRTA 也没有一个 硬性的条规 讲你一定要跟银行买的 银行结论给你 你就一定要买那个MRTA 没有这样子的条规 没有这样子的条规 硬性要你这样子做的 所以 不过有一些银行 他一定要你 呃 assign给他 就算你在外面买 你要assign给他 不要紧啊 你买了是你就assign给他 assign是还一个stamp 10块钱罢了吗 嗯 对 assign给他就是 对 欠债还钱 那个是 那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你欠银行的债务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抵押 屋子做了抵押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 双层的保附就是你的保险咯 屋子被烧了 所以保险很重要 就是把握我们的产业 不准备烧了是 用火箭来赔嘛 但是你的lawn是 有什么来cover呢 你还是要有其他的 那个 那个准备嘛 对不对 嗯 就是还没有下雨之前 我们要准备一把伞 嗯 我们还没有outstation之前 我们要准备一个spia打烟 肯定的 都是要准备的 做什么东西都要planning 要准备的 没有planning好的东西 就是等于被人家plan咯 你自己没有准备好 就让人家来准备给你跟着那个track跑咯 如果是你跟到的那个轨道是正轨的 就跑得很顺利咯 如果跟到那个轨道是不是很完美的话 你就会跌下去轨道咯 嗯 通常如果人家要跟我买property 我会鼓励他们买MLTA 我会叫他们跟我买一个MLTA 安排他们MLTA 我会跟他们分享 其实MLTA是很好 你不用one lump sum还payment的 我说你一年还一次都可以的 那么如果你是借lawn的话 30年的话 你只要你的那个premium你分30年来还 你分30期来还 好过你一次过把这个premium拿去借lawn 然后又要charge this that 导致你的premium会更贵 是除非是你有钱还到 那个2万块的保险 我一次过还完 这样子就不同讲了 所以还是要靠回自己的个人财务力量 如果有那个财务力量的话 当然是能够自己还那个2万块的保险 一次过还是划算的 但是有多少个人可以这样子做 其实你有看过人一次过还 one lump sum的那个insurance premium吗 买物质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的 有的 有的 当然一次过还完是 那个是planning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买一个MRTA 他的lawn可能100万 他可能买一个MRTA50万 然后另外一个50万 可以买一个个人的保险 这样怎样是有一个平衡点 因为你的MRTA你一直减少 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保险是 它是固定的还有一个500千 那么如果是你的lawn还了10年20年 可能那个屋子是差不多还完的时候 你的那个MRTA的钱已经剩不多了吗 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事情 死亡的话 死亡的话那个MRTA赔出来的钱 就够cover那个屋子了 还有一个extra的500千 从你的另外一边的 那个普通的人数保险那边赔出来 那么那个500千 就可以拿来做其他的费用 不然的话是 就算是做一个爸爸或者一个爸妈 留下一个屋子 留下这个在银行借做钱的屋子 有M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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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led了之后 孩子是拿到那个 拿不到那个屋子的 因为他没有割名 你知道吗 要割名的话还是要钱的 除非他还有留下一笔现金 给他做这些后续的事情 当然 就意思说 现在 现在你们在听的朋友 这个手机前的朋友 你们在听的朋友 可能你会讲 其实我已经买了 怎样办 我银行我已经跟银行买了MRTA 现在miss胖的意思讲 没有关系 就算你在银行买了MRTA 对吗 你可以在外面再买多一份MLTA 来backup 明白吗 因为你在银行买的 它是有它的缺点 有它的漏洞 比方说 OK 有它的缺点 有它的漏洞 在银行买比方说 你可以在外面买 跟miss胖或者跟我的OK 在外面买多一份 你可以backup backup 就是可以填补它的缺点 那么有什么不足的话 你的那个backup的insurance 就可以cover你的each 所有的费用 其实也不是缺点还是优点 只是任何一个工具 就有它的作用在那边 它的这个工具就是主要是settle你的lawn 它没有考量到其他的费用 你一定要用另外一个工具来 弥补你其他的损失 对 对 就好像 那么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如果已经买了怎么办 怎么办 那么我问回 那么我问回你 你去拿那个米去煮是 本来你要煮饭 结果煮成粥了的时候 怎么办 招吃 是 你挨的招吃 或者是你再煮过另外一锅饭 这样子 所以就是同样的 你照样那个MRTA买了就算 或者是你另外再买多一个MLTA 做supplement 这样子 那么这个MLTA跟MRTA的区别 其实是在哪里 受益人方面 还是有cash value方面 还是其他等等的 OK 首先我们来讲受益人 现在你问的一个是受益人 另外一个是cash value OK 受益人 当然如果是MRTA 你跟银行借 银行一定是 那个保险的owner 是银行咯 意思是讲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钱是还给银行的咯 不是还给你的受益人咯 不是还给你的家人 因为那个 不管你是MLTA MRTA都好啦 Mortgage Level Term Assurance Mortgage Reducing Term Assurance 总之是这些都是跟那个 Mortgage tie up在一起的 一定要Pledge给银行 那么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这个钱的保险公司 一定是还给银行 先settle你的lawn standard settle了之后 如果有多钱剩下来 才给你的家里人 如果没有钱剩的话 是还不够的话 你家里人一定要补回去 那个different 不然的话 那个lawn还是outstanding 还是没有settle的 所以讲MRTA也不一定是100% 可以settle我们的house loan 对不对 刚才已经讲了 不一定可以settle 就算可以settle 就算可以settle的话 刚刚好settle的话 都没有问题啦 如果有多出来的话 是就更好 不过多出来的情况 是很少会发生 当然如果你自己 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 你没有Pledge给银行的话 受益人就是你自己指定的受益人 如果你是Pledge给银行的话 受益人也是银行 不过它的different就是说 如果你刚才买的500千 500千虽然受益人是银行 但是你的outstanding 经过10年20年的话 你的lawn outstanding 可能只是剩下一半罢了 剩下250千 那么你的500千赔出来 你settle了lawn250千 你的家里人还可以拿 剩下的250千 这样子样咯 那如果我是买MLTA 我自己在外面买啦 MLTA 那么我就是可以放我的受益人是我最亲爱的人 比方说如果我是单身的话 我就给我受益人是爸爸 或者是妈妈 如果我是结了婚的 我受益人给我的老婆 如果我是老 我是男孩子 我是一家之主 我去买一家屋子 我买MLTA 跟宝云买 OK 我不跟你想买 跟宝云买 宝云叫我把这个受益人放太太的名字 万一这个一家之主忘记回家了 那么这个太太所拿到的这笔保险金啊 保险金 她就可以settle她老公的这个house loan 可以安排还有一些 还有多余的钱去做一些遗嘱的费用啊 各民的手续啊等等的 其实mortgage MLTA只是一个名称罢了啦 我们买人寿保险是 either你是 pledge 给银行还是你自己 你不 pledge 给银行的话是 就是 不是 type to mortgage 我们就不叫MLTA了啦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寿保险啦 那么如果是你 pledge 给银行的话 就跟那个 mortgage type 在一起 你的受益人一定是银行 那么肯定发生事情的时候 钱一定是进银行先 进了银行剩下的银行 才会出回一张check 给你的你的家里人 这样怎样咯 一定要settle完全部 alland outstanding 剩下的才给你的家里人 所以那个MLTA真正来讲 它是一份人寿保险 是的 是的 其实是一份人寿保险啦 普通的人寿保险 只是它 pledge 给银行了 那个名称就是 mortgage cable term assurance 所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寿保险 the purpose the purpose 目标就是 拿来settle我的house loan的 这个就是我最终的目标 那么有些人就说 保佑这个是人寿保险来的 我有哦 我可以不用买吗 我已经有了耶 我不用再买这样多吧 我会跟他讲 其实 你 你 你买的这个人寿保险 它的 p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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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它的目的 那么 那么现在你买这个 新的这个人寿保险 它的purs 它的目的 同的意义 你的line lag了 刚才有听到吗 听不到 Line全部lag 刚才 lag完了 是啊 我这边有ok哦 我不知道 应该是 这边 应该是 这边的粉丝有听到我们分享吗 你问一下他们看 你们刚才有听到我们的分享吗 因为 我的这边 嗯 Ms.Pan讲看到有点lag 有点卡 我在看啊 我看我自己的ipad好了 哈哈哈哈 你有你有没有看你的listen ok我看我自己的 新的这个人寿保险的意义 是有点卡 是真的卡了 其实你是在讲 呃 如果你的顾客问你 而且你是听不到是吗 是啊 你 你 我不知道 哦 哦 卡着卡着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有听到我讲话吗 啊 现在现在可以听到 现在可以听到 哈哈哈哈 现在你 我刚才看你又卡着了喔 哈哈哈 马来西亚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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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这个问题哦 就是这样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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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各位如果你们还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 麻烦你们留言 因为我们不知道 听到哪一段 然后我们卡在哪一段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是一直讲 一直讲 我听到的卡 就是刚才你说的是 如果是你的顾客跟你说 他已经买了一个人寿保险 现在他买物质 还需要再买一个保险 还是用他原本的保险 给银行呢 然后我有听到一点 就是说你跟他们分析的就是 你原本买的保险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现在买的这个新的保险 目的是什么 如果当初 当初你买的保险 是为了 保险给你的家人 就是说留一笔财产给家人的话 那么 如果你不买多 一个新的保险 然后你又买了一间屋子 是欠了500千银行 万一真的那么不豪彩 欠着银行 400千的时候 人就不在了 那么你原本的保险 够cover这个loan吗 如果够cover的话 cover了这个loan之后 还有剩余给你家里人吗 家里人拿到那个钱 能够生活多久 能够生活一个月啊 三个月啊 一年啊还是怎么样 如果孩子很小的话 孩子还小的话 还能够度过那个期间吗 剩下的另外一半 能够维持你们原本的生活水准吗 如果可以的话 没有问题 如果不可以的话 你就要另外做打算了 对 所以我们要计算你们所买的那个保险 可以足够你们顶多少个月的生活费 我有帮 有啦 我们我们都有帮 大家计算他们的这个保单啊 就是说他们所买的这个保单 可以足够顶多少个月吗 维持他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准 可以维持一年两年 他们的这个疾病保单 可以顶一年还是两年 还是只能够顶三个月 那个医药费就完了 so Mr.Pong也是有帮人家看那个这个 那么其实我们年轻 我们还没有比如说现在我刚出来毕业啦 我刚出来毕业 so因为年轻人很多的梦想 他们第一个梦想就是想到要买吃 我第一个梦想就是想到要买吃 因为是什么 因为工作嘛 工作需要用到吃 年轻啊年轻 一开始一毕业出来 薪水千多2000块 第一个梦想就是先买吃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我是做保险的嘛 做保险就是跑腿 就是你要去见了 你要去人家的office 你要去人家家 你都是四个轮的吃 所以我刚才有卡 所以我第一个买的东西 就是买一个second hand的吃 protoniswara你知道吗 来做我的业务 protoniswara来做我的业务 而且还是跟我KK的表姐买的 我跟我KK的表姐买一个second hand second hand都好啦 因为那时候那个薪金也没有那么高嘛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买 后来坐下坐下 就想到想要买一间屋子 买屋子喔 但是以前的人身边不懂啦 没有鼓励性的叫你们去把那个钱去买屋子 去投资 把它存起来去买屋子 这样子的概念 没有我是band朋友 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本来就是想要买这个 结果没有买到买不成不敢买 那为什么买 就是因为是怕供不起啊 怕那个薪水不便宜啊 供不起啊 结果是没有买到 后来接了分过后才买 所以其实我在想回头啦 在想回头 其实我还没有买屋子之前 其实我可以买一个50万或者100万的MLTA 来做一个准备的 好我还没有买屋子之前 我先买一个MLTA也可以吗 为什么 因为我年轻嘛 保费很便宜 对不对 不是胖 其实是就是讲回头啦 就是说你刚刚刚出来出来做工的时候 钱是没有这样多 因为薪水刚刚开水一定是不高的嘛 你要买一个二手车 我还没有买屋子之前 先买一个 对 你先买一个人寿保险 基本的人寿保险 就是一个基本的人寿保险 100千也好 200千也好 你先买这先 你没有这样多钱工 你就买少一点 然后 along the way 你薪水价了 你可以再增加你的保障 买了之后是改成你随时 随时是你买屋子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Pledge 进去银行 这样子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未已朝谋的 不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来准备的 你早早准备是银行更愿意 跟你拿你这个保险来做抵押 因为如果你的保险跑了10年的话 里面也有一些Cash Value 就没有这样容易断 断保 银行也会很乐意的拿来做它的Pledge 如果你是刚刚你要买屋子的时候 才去买一个保险的话 是里面根本都没有什么Cash Value 银行要拿来做抵押的话 根本都没有给它有任何的保障 因为是如果你万一不供的话 那保险随时会断掉 断掉的话 它对它也是没有 也是不能够Sectl你的Loan 知道吗 所以其实就是你刚才讲的 出来做工就买一个保障 其实在财务规划 这一层面里面是最重要的 就是Protection 就是保障 如果没有保障是其他东西 就不要谈先 先出来做工第一件事情 你还没有做投资 任何投资之前 你要先投资你自己 然后你要有一个保障 投资你自己 就是尽量学习多一些东西 尽量学习多一些技巧 然后才来做其他的投资 保障 先要有保障才做投资 因为如果没有保障的话 你做什么投资 到最后还是等于零 因为没有保附层的投资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投资 都是有风险 对不对 投资有风险 万一风险来的时候 你的投资可能一下子 就没了一半的话 就是因为没有风险管理 如果你有风险管理的话 你就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来帮你承担这个 不幸的事情发生 所要需要的财务上的资源 这样怎样 甚至还没有出来做工之前 他们第一个首选 就是Smartphone 如果一个人手上 如果一个人手上 没有Smartphone 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是不能做的 好像你现在我们这样做Live的 没有手机 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做的 也对也对 你还是投资你的手机 或者一个比较工人 比较好的一个电脑 这样怎样 这些都是首选 意思是讲 我们还可以做CRAP 车不重要 还可以做CRAP 有CRAP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还是手机比较重要对吧 现在有哪一个人 可以没有手机出门的 我相信已经没有多少个人 可以没有手机出门的啦 对对对 现在如果我早上我要出门 是万一我手机漏在房间 没有拿出来的话 我的车跑到一半 我都会倒回头去拿我的手机咯 因为没有手机在身上 就很没有安全感了现在 那以前我们不是咧 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先买吃咧 现在所有的人都 手机不离手啊 没有没有没有手机在身边 就好像缺乏了 手机在手 手机就是我们的wallet 不带钱也可以 一定要带手机 嗯 现在smartphone就可以啦 当然 当然是 要smartphone啦 不是普通的手机啦 嗯 ok 那么 你现在年轻人 你叫他买普通的手机 他也不要啊 他要的是smartphone啊 没有smartphone 我根本不能做事情啊 嗯 ok 好 现在我们的那个今天的主题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你的那个朋友圈还有问题吗 粉丝有comment吗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人家有comment 他们很聪明一下欸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喔 其实他们很本领的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这些其实资讯是已经爆棚了的 你去到哪里都可以拿到这些资讯 真的 嗯 只是当你 当你要做某一个决定的时候是 你要把你所有的资讯是融合起来 融会贯通的话 那个才是 才是 重要的事情啦 嗯 把所有的知识融会贯通 用在你自己本身的身上 要看你自己的个人状况是怎么样 来配合 不是所有的 但是要 要用到才是真正知道 没有用到 不代表你是知道的 是的 很多人知道罢了 知道罢了 但是不明白 但是没有实战的去用 没有落地的去用 嗯 嗯 我在这里也没有人要我们的那个招牌先炒冰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人窃了 没有人要我们送出的招牌先炒冰 我们的GEN Q GRASS 谋红 那个Grad在吃吃的 等待我们要送出吗 没有人 我没有看到 有薛丹 因为现在人是 都已经 多数都是在外面 都已经习惯了在外面 已经很普遍了 你改吃法云你改吃要送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送手机 超过的手机 超过一千的 用品 有人学是吧 才够吸引 这个小小的 几块钱都 没意思 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需要分享的吗 今天 就是跟我的一些 Facebook的 如果 如果 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的吗 因为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差不多是到了这个尾声了 有其他问题吗 有没有人买屋子是两个人联名的 保证你的顾客群里面有没有两个人联名的 有因为他们的income不够高 一定要两个人的income加起来才可以借到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买保险的呢 他们买两个 两个是同样的数目 是那个loan amount的数目还是买一半一半呢 两个比如说他是借30万的 就是两个买一个30万的一个30万的 其中一个不在的话 就整个屋子的house loan就不用还了 这样子很好啊 你都已经做了很好的规划给他们了 有一些人不懂的话是他们会说 我借loan300千吗 保险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人买150千 其实那个是planning是做了一半罢了 对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你这样子的做法已经很好了 已经跟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的规划了 我们不跟银行拿MRTA 它的利息会高0.05% 0.05% 其实如果你一个500千的话 500千的一个loan 如果是你借30年 这30年利息现在大概是多少3.6% 3.6%如果是加一个0.05%进去 其实你的installment不会相差很远 大概相差一个十多块钱罢了 十多块而已哦 一个月 你多一个十多块 你自己买一个普通的人数保险 那你就不用抵押去给银行哦 对对对 或者是用回刚才我们讲的 你跟银行 或者是你两个人买保险是 其实银行也不一定硬性要你买两个MRTA啦 你就跟他买一个MRTA用第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人你就自己买一个保险啦 在外面啦 那个保险你就不用抵押给保险给银行咯 然后那个钱 如果万一是第二个人出事情的话 那个钱赔出来的 保险公司赔出来就直接给你的家人咯 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多余 就是可以有不同不同的做法啦 所以讲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资讯到旁很多资讯 但是那资讯你怎样apply去你个人的身上 但是你还是要自己做自己的规划啦 对 所以他其实也要一 也要身边有一个advisor啊 就是一个一个advisor怎样讲啊 就好像我这样啦 对对对对 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规划的 其实很多人不懂的 我自己本身是认真的财务规划师 当然除了保险我会给你讲一系列的 关于你的财务的问题啦 这样子怎么做规划这样子咯 对对对 不然等一下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不懂得怎么去处理 就好像其实很多老板很喜欢去买proporty 但是没有把他的proporty处理的很好 根本就是没有空没有时间没有去想 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意已经很多东西要去想 很多东西要去解决的 所以他们proporty已经买了就算了 就没有真正的去发挥他们 然后把他这个proporty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还是规划到好一点 我相信你应该有很多客户 他是老板的很多proporty的赚很多钱的 但是看来看见好像没有什么赚钱 虽然看到是很多产业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income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客户 其实我们所有的规划 当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财务状况的时候 有很多财产 很多财产的人是未必是赚钱的 因为如果你的房子 你的店 你的屋子 尤其是屋子 如果你的那个return 每一年的回酬有5% 已经算是很好了的了 已经是manage到很好的了 如果是你要更高的回酬是比较难一点 尤其是你有很多个property 你要拿到一个average return是超过5% 你所有的property average5%不是这样简单的任务 如果是老板是已经很忙了 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 也不会去计算 他以为是赚很多 其实是都没有赚很多 真正算起来的 我们所算到的 通常那些property investors 这是没有时间去打理的 没有真正去处理的 亏的 亏的 亏就来买 亏就来卖 亏是很正常的事情 通常赚的都是大概在一个2%左右 都已经是很普通的这样子的return 所以如果你这样辛苦是 要去买property来赚一个2%的回酬 又何必呢 好像不如放FD对吧 当然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同一个篮子 钱是要分散的 一定要diversify的 因为钱有一些是急用的 有一些是短期之内要用到的 有一些是中期 你10年这样子你要用到 有一些是长期你才用到的 当然有一些钱是退休过后才用的 这些钱是你都是要分 不同不同的部分来处理的 Emergency fund 随时的要用到的那笔钱 我们也是一定要有的 那个是很重要的 那个是你的safety net来的 你没有Emergency fund的话 万一有什么状况出现的话是 你要去动用到你的投资 你要动用到你的其他方面是很难的 除非是你还有其他的现金 可以套现的产业 不是产业可以套现的资产 如果全部都是在不动产的话 你要套现不是这样简单 尤其是现在你要卖一间屋子简单吗 你要卖一间屋子 你要卖一间屋子就算给你卖成了 对方要去借loan的话 你几时才可以拿到那个钱 你不是十天可以拿到那钱 你也不是一个月可以拿到钱 对不对 最关键就是bank the loan upload还是不upload 这个是最大关键的 所以我们在做财务管理的方面 是emergency fund一定要有 emergency就是你没有做 你没有预算到的费用啊 虽然你有买保险 你有买其他东西 保险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赔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买到36种疾病 要严重的时候才赔 那么是如果是初期的cancer呢 没有的赔 你要不要去移 你不去移吗 你去移要不要用到钱 用到钱你还是要拿你银行存到的钱 还是你出息了10年的钱 拿出来送给医生 都是要规划啦 所以如果你已经做了保险有很好的规划 然后是emergency fund 通常你都不用很多啦 可能只是准备一个不时之需 可能是一个意外 意外都已经有保险在里面了 可能只是一个 这个6个月你没有工作 或者是老板跟你说 你轮流上班 你的薪水砍一半这样子样 遇到这种情形是 就是要从你的emergency fund那边 导流出来给你用咯 这样子咯 所以那个 emergency fund 就是叫做警记 要用的钱 是一定要有存到的 大概是一个 大概一个6个月到一年啦 如果是打工很稳很稳的 income 6个月大概都足够啦 但是如果是业务员的话 我觉得6个月还是不够啦 因为业务员的 income不定 除非你是一个已经是很 成绩很好的业务员啦 那就不要紧啦 如果是不普通的一个业务员 是3个月6个月是不足够的 就好像现在的COVID-19这样 顶6个月半年里面 你要顶6个月的租金 如果你是开店的话 所以你要emergency fund要6个月 有多少个人有准备到6个月花费的钱 在那边吃一吃 有多少个人这边 这边有多少个人有准备6个月的emergency fund的 请请加1加1 有6个月emergency fund在银行的comment那边加1加1 肯定没有人写加1的 如果有就恭喜啊 如果有真的是要恭喜他们咯 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咯 这样子我们要谢谢我们的Ms.Han 一直在提醒我们 在看的朋友 我相信你们也受益不浅 如果你们有学到东西的话 请share and like我们的page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有关这个财 财务规划的知识的话 你可以like那个Ms.Han Han的Facebook 她的Facebook是Han Kim Yook是吗 Han Kim Yook Han Kim Yook 就是P-A-N-G 然后我comment这边 我写comment这边 你们可以去like她的page 啊 Facebook OK OK 切蛋 Pam Min Yook 我看到Pam Min Yook有切蛋 Pam Min Yook有 Pam Min Yook有 这样子我们要送她那个什么 仙草冰了 恭喜你 Pam Min Yu 你有一瓶仙草冰 因为你有share吗 share蛋 还有谁有share蛋 快点来 我们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时间 还有给机会 你们share蛋 快点 因为我们还有一杯 叫做这个水果茶 现在我们有一个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粉丝 Pam Min Yu share蛋了 OK 还有还有谁吗 还有谁要水果水果茶的 快点快点share 一share了 你下面comment要写share蛋 让我们知道一下 来我们数 我数啊 我数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叮叮 OK 没有了 那 Mis PAM 你要 你要 不要 impose我了 你直接 你直接 给 Grace Grace address 叫Grace 送上去你的门口 然后我会帮你付钱的 OK 我会 transfer 钱给Grace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杯这个仙草冰送出了 耶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谢谢我们的嘉宾 Miss PAM 又为我们分享 如果下次还有什么新的主题的话 我可能还会再邀请她 你们其实可以comment下来 以后你们想知道什么资讯的话 你可以comment下来 以后我们会 一场live 传达一些新的资讯给你们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分享 还有like 谢谢Miss PAM 今天来为我们 在线上为我们 为我们分享不少的资讯 谢谢Miss PAM 谢谢大家 谢谢宝云 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 See you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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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